伊朗刚刚放出核威胁 意外炸出一条大鱼 为何无视美国制裁还下这么大血本 敬请关注 近日据俄媒报道 伊朗外长高调宣布 德黑兰已经制定好了第三阶段 减少旅行核协议的方案 这一方案将在9月6号正式执行 这也是近一个月以来 伊朗再次对外界释放研制核武器的危险信号 用以反击美国的制裁 需要提到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美伊之间博弈的重点 都放在了一艘伊朗被扣邮轮上 这艘邮轮被英国释放之后 美国为了阻止伊朗 将船上的200万桶石油出售 使出了各种手段阻挠 甚至威胁周边国家 不准让这艘邮轮靠岸 没料伊朗外长连续放出烟雾弹混小视听 这艘伊朗邮轮仍驶向叙利亚 在这回合的交锋 伊朗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如今伊朗再次放出核威胁 或是想趁热打铁 一举掐灭美国的嚣张气眼 顺带警告美国的跟班们 别来触伊朗的眉头 然而令伊朗没想到的是 这回还炸出一条大鱼 据俄美9月3号报道 法国已经提议向伊朗提供150亿美元 约合1077亿人民币的信贷额度 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伊朗石油 前提是伊朗全面遵守核协议 为何法国要下这么大血本安抚伊朗 难道真被核威胁吓着了 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 一直对伊朗持安抚态度 首先伊朗有着数千枚弹道导弹 尤其是流星系列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5000公里 打击范围覆盖整个欧洲 一旦伊朗被逼急了 美军可以逃之夭夭 而欧洲将成为伊朗路火的宣泄定 因此欧洲不得不尽可能地安抚伊朗 其次 欧盟每年进口的石油 大部分来自中东地区 如果伊朗石油出口被彻底封死 那欧盟只能从沙特阿联酋进购 而这两国是坚实的亲美派 从他们那里进口石油 无疑是把主动权交到美国手上 这十分不利于欧盟摆脱美国的长地管辖 因此购买伊朗石油 也是基于欧盟自身的利益考量 这样看来 伊朗放出核威胁可谓一举两得 不仅能得到一大笔资金缓解经济压力 还使得欧盟和美国进一步走向对立 变相瓦解了美国的制裁